大家好 我是譚詩雅 為配合港鐵東沖線延線的路軌改道工程 東沖線來往東沖和欣澳站列車服務 昨晚提早大約兩小時收車 有乘客提早回家 也有人錯過尾班車 要轉乘港鐵安排的穿梭巴士 昨晚在東沖站 這個乘客要跑步入閘 另一個人都一起跑 為何他們那麼匆忙 站內有特別標示和指示牌顯示 東沖線來往東沖和欣澳站列車服務 提早大約兩小時完結 車站一直有廣播提醒乘客 尾班車將會提早開出 港鐵也安排職員派發單張 並協助乘客 有乘客提早回家 都很清楚 他那張貨幣寫著 有得轉巴士那類東西 當然有影響 有些人在外面工作 回到來當然有影響 你很晚 亦有人遲到車站 只可以坐港鐵免費接駁巴士 由東沖去欣澳站 我不知道 我現在都不知道是甚麼事 現在是甚麼事 地鐵免費巴士都順暢的 走出來就是 可以的 他有接駁巴士給我來的話 都代替到區元本 小小不便 可以的 明白 港鐵在欣澳站也有提供免費 接駁巴士服務來往東沖站 至於欣澳來往香港站的列車服務 就維持正常 這個特別安排 是為了配合港鐵東沖線 延線的路軌改造工程 港鐵說 將會善用這段額外的行車時間 進行安裝導賊的關鍵工序 目標是星期日 東沖線頭班車起 全線恢復正常 無線電視記者陳尚圈報道 啟德體育園 今天將會舉行第一場測試賽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 說局方會全力配合 啟德體育園首場測試賽 會在可以容納5,000個觀眾的 青年運動場舉行 星期日下午4時半 上演一場本地足球粵組聯賽 一次名獲邀人士獲安排入場 政府建議市民盡量乘搭港鐵 由宋皇台站D出口步行去比賽場地 是最快的路線 測試賽舉行前一天 警務署東九龍總區 舉行代號役府首個啟德體育園的跨部門 卓上演練 150多個來自政府部門和機構代表參與 無以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 各個辭訓者即時調配人手 採取應變措施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就在網誌撰文 說局方會全力配合啟德體育園的首次事業活動 又說港鐵會按需要和實際情況安排散場的時候 加密團馬線和觀塘線班次 並安排專班專列接載觀眾 而當有大型活動舉辦的時候 巴士公司會開辦特別路線 而大型活動進行前後 運輸處的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 會全力監察交通和運輸情況 由於參與大型活動的人士 可能比較多是旅客 一般不熟悉現場和附近環境 當國會就著不同突發事件制定餘案 無線電視記者陳尚圈報道 中東緊張局勢升溫 以色列向伊朗發動三輪空襲 聲稱精準打擊多個伊朗軍事目標 伊朗證實有兩個士兵喪生 但是強調損毀輕微 多國呼籲雙方克制 另外伊朗東南部有邊防部隊遇襲 至少十死 中國駐伊朗大使館提醒 在當地的中國公民提高警惕 注意安全 減少不必要外出 伊朗首都德克蘭南部和西部附近 當地星期六凌晨傳出多下爆炸聲 看見上空有導彈飛過 以軍派出幾十架戰機和偵察機等 向伊朗發動三輪攻擊 持續多個小時 精準打擊防空基地 彈道導彈製造設施等多個軍事目標 但並沒有波及坦油和核設施 伊朗當局說防空系統成功攔截以軍的導彈 路透社引述官員消息指 伊朗革命圍隊在德克蘭和周邊地區的多個基地遇襲 但伊朗當局認為 以軍的空襲破壞力非常輕微 但伊朗陸軍有兩名士兵遇襲身亡 當地傳媒披露死者的身份 指他們為了保衛領土而陣亡 德克蘭在日間大致平靜 商店照常營業 街上人來人往 街友站前面大排長龍 而航班亦恢復正常 伊朗外交部發聲明 強調有權自衛去擊退侵略行為 當局亦有責任推動地區和平安全 美國政府有高級官員說 以色列和伊朗之間應該直接結束交火 又指以色列是有針對性 和精準襲擊伊朗軍事目標 相信伊朗透過多種渠道 了解美方的立場 若伊朗回應以軍的空襲 將會面對後果 美國亦準備好保護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 就譴責以軍侵犯伊朗主權 以及違反國際法 沙特阿拉伯和若旦亦強調 武衛以軍戰機開放凌空 德國、英國和俄羅斯 就呼籲各方克制 避免局勢進一步升運 無線電視記者麥偉光報導 另外以色列軍隊闖入加沙醫院 扣留醫護人員 黎巴嫩真主黨就空襲異軍基地 世界衛生組織公開片段 說以軍圍困加沙北部這間醫院 原來濟門傷者包括兒童 資源嚴重不足 加沙衛生部門說 以軍星期五闖入醫院 扣留多個男醫護人員 由安排婦女進入指定的房間 沒有為他們提供食物和水 以軍就公開在黎巴嫩南部作戰片段 以方宣稱空襲真主黨目標 真主黨就說派出無人機空襲 以色列特拉維夫南部的空軍基地 又發射火箭彈攻擊以軍情報基地 距離美國大選只剩下大約10天 競選活動進入最後衝刺階段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邀請樂壇天后Beyonce為他站台 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也接受葉滿播核節目訪問 爭取年輕選民支持 美國樂壇天后Beyonce現身駕 向特州優士頓為民主黨的賀錦麗拉票 提及打胎權議題 我並不在這裡為一名男人 我並不在這裡為一名政策 我並在這裡為一名媽媽 我一名媽媽 我一名媽媽 深刻意在我的孩子們 和所有的孩子們生活 我們是一個世界 我們有自由去控制我們的身體 由共和黨控制的德州 擁有多達40張選舉人票 被視為共和黨票倉 也是嚴禁墮胎的州 主打捍衛墮胎權的賀錦麗 重新禁令帶來的嚴重後果 強調要保障墮胎權利 至於共和黨的特朗普 就去到密歇根州舉行競選集會 再次提及中國將會打擊美國 未來汽車市場 中國不存在油 而電車車都會在中國製造 這就是這樣 這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將會改變 特朗普在同日較早時 也到德州 接受一個音樂串流平台 人氣播客節目訪問 爭取年輕選民支持 他在節目重新 如果今次成功當選 將會是最後一次競逐總統 距離美國大選剩下大約10天 《紐約時報》最新文調顯示 特朗普和賀錦麗的支持度 都是4成8 選情緊湊 無線電視記者梁祝惠報道 美國傳媒報道 中國黑客入侵美國部分電信系統 可能試圖獲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競選數據 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否認指控 強調中國無意亦不會干預美國選舉 《紐約時報》報道 有中國黑客入侵美國電信網絡 目標包括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和他的副手曼斯的手機 特朗普競選團隊 這個星期獲知會相關消息 報道說 黑客透過入侵美國電信龍頭 和威信通訊拿到他們的電話號碼 暫時未知黑客有沒有獲取相關資料 威信通訊就說正是和執法部門合作 調查人員說正是確認是否有 又或者是哪些通訊資料被蝕取 消息又說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競選團隊 還有國會議一樣逆成為黑客的目標 聯邦調查局和網絡安全 其基礎設施安全局發聲明 說正是調查中國政府附屬機構 未經授權接觸商業電信基礎設施的行為 又說正是和各政府機構 減低事件對美國造成的威脅 並會和科技業界合作 加強商業通訊領域的網絡防禦 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否認指控 強調中國無意 也不會干涉美國大選 希望美方不要在選舉中 對中國進行指責 中國是網絡攻擊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堅決反對和打擊一切形式的 網絡攻擊和網絡盜竊 無線電視記者方卓微報導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回來新聞時間 公立醫院接連發生插錯被胃喉事故 涉事都是實習醫生 醫管局說月中已經推出課程 加強實習醫生審視被胃喉X光影像的培訓 大部分已經完成培訓 以來沙白醫院和東區醫院 早前先後發生脂肪被胃喉誤插廢事故 都是涉及實習醫生 核查X光片時未能夠察覺 醫管局說已經全面檢視實習醫生 審視被胃喉X光影像的工作流程 並於月中推出培訓課程 至今大部分實習醫生已經完成培訓 剩下的小部分未參與培訓的實習醫生 將會在月底前完成 在完成培訓和通過平核前 實習醫生審視的被胃喉X光影像 要由資深醫生確認才能夠執行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做法恰當 對實習醫生和病人都是好事 實習醫生真的吃辣 所以放手繼續自己做 我們要知道一個醫生剛剛畢業 知道他做實習醫生之間的時間 其實現在都有其他培訓 但可能學習的東西很多 現在我們就著一些個別的程序 加強訓練 對於他們自己的學習也好 對於病安全也好 都是一個提升 醫管局又說已經透過內部通訊 提醒所有醫護人員注意 包括被胃喉有沒有被錯誤置入肢器管 能不能夠清晰觀察 被胃喉末端位置有沒有卷曲等 有疑問應該即時向上級尋求協助 也會定期推出課程 協助醫護人員重溫 執行不同臨床程序的注意事項 並繼續與兩間大學醫學院 商討醫學生培訓課程 持續提升醫護人員臨床質素 無線電視記者鄧傑認不得 屯門醫院再多一個男童感染避病毒或搶病毒 令群組增加到7人 該男童星期四起出現呼吸度感染症狀 測試後對避病毒或搶病毒呈陽性反應 正在屯門醫院隔離治療情況穩定 連同醫院前日公佈 6個7個月大至5歲兒童受感染 累計有7人染病 他們早前都是在兒童及青少年科同一個病房 遠方說已經根據既定指引 加強感染控制措施 一家新藥審批機制 下個月起擴展至所有新藥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相信 有助降低藥物價格 同時推動生物醫藥產業經濟 強調審批水準不變 去年推出的一家新藥審批機制 只是涵蓋治療嚴重或罕見病的新藥 下個月1日起會擴展到所有藥物 涵蓋疫苗和先進療法製品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 採取更為積極的審批制度 相信能夠加快提供新藥和更多選擇 亦都可以配合大灣區龐大的生物醫藥市場 為何我們會強調一些新藥 和特別是先進療法 這類的治療我們看到 會比較有一個迫切性 是會在一家機制之下 會令到更多的病人得益 病人更多的選擇 提升治療效果 亦都可以減低藥物的價錢 另一方面 亦都會鼓勵更多的生物醫藥企業 在香港做藥物研發 他重新只是改變審批模式 並非代表降低水平 會確保符合本地安全標準 才會批准推出 施政報告提出 明年將會制定公私營醫療服務臨床指引 並且立法規管私營醫療收費透明度 盧崇茂說公立醫院九成七的醫療成本 由政府承擔 但隨著醫療科技進步 人口老化 財政難以維持 因為一邊就很貴 一邊就因為太便宜了 就越來越難 看病貴、看病難 就開始出現了 我們希望公私營 不要走向兩極化 令到我們的病人沒有選擇 我們希望通過 其實收費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我們不是加價 我們是有加有減的 在一些輕的病 市民應該都要自己承擔嗎 一部分 而反而我們幫助重症的病人 至於囚見第三間醫學院 盧崇茂強調不希望它的定位 例如課程、收生來源等等 和現有兩間醫學院重複 會以錯位發展作策略 無線電視記者黎偉爾報導 晨週十九號載人飛船 預料在近日發射星空 發射長禽一完成全系統發射演練 全系統發射演練 在走船衛星發射中心進行 演練項目包括發射塔減、火箭、飛船等 分系統進行功能檢查 由飛行準備、點火起飛到船戰分離 無以發射的整個流程 晨週十九號三國航天員 就無以執行飛行任務 進入飛船返回艙之後 開始聯合檢查測試 並在火箭無以起飛的過程中 完成所有關鍵操作 另外亦都演習出征儀式 窗內狀態設置等的任務 在整個演練的過程當中 航天員程度的狀態非常好 他們的口令非常準確 操作也非常熟練 之後航天員就進入到 最後任務前的準備階段 在這個階段 航天員主要是完成了 他們的移建印保工作 然後持續開展他們的技能訓練 晨週十九號航天員的名單 還未公佈 根據慣例 晨週十九號航天員成組 會在執行發射任務前直量上 至於在中國太空站的 晨週十八號三國航天員 現在狀態良好 準備迎接晨十九來到 穿陸牆近日也進行搜救回收訓練 準備迎接晨十八航天員返回地球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榮報導 澳洲警方破獲一宗3D打印槍械案 檢獲二十一支槍 抓住一個36歲男人 相信是有組織犯罪集團的骨幹 西澳警方收到有關非法販賣軍火 和毒品的線報 突擊帕斯北區一個住宅 當場拘捕一個男子 檢獲十四支用3D打印技術製成的槍械 這批槍械的性能和一般槍械並無分別 除了槍械和彈藥之外 警方還檢獲超過兩公斤冰毒 超過七萬澳元現金 折合36萬港元 和一批3D打印機 警方其後根據疑犯的口供 再搜出七支被埋在市郊的3D打印槍械 被捕的36歲男子被控45項罪名 包括藏毒、藏械和無牌管有軍火技術罪 當局相信 被捕男子是犯罪組織的重要成員 向不法分子提供槍械 警方說3D打印槍械是嚴重的治安威脅 因為這些槍不像一般槍械的黑有生產編號 用來犯案之後難以追查 警方說藏有可以3D打印槍械的設備 或者下載打印槍械的程式已屬為法 即使未製成槍械亦會被重罰 無線電視記者莫志同報道 各位歡迎收看這節新聞 我是鄭兆年 鐵文台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譚美逐漸遠離本港 鐵文台在凌晨凌時20分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預料今天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 而和譚美相關的外圍雨帶仍然會影響珠江口一帶 由於海面仍然有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以及保持警惕 強烈熱帶風暴譚美二日南海 為海南島帶來惡劣天氣 進出當地的交通受阻 譚美為海南省三沙市帶來狂風暴雨 見到路邊的樹木就知道譚美的威力 當地亦出現海水導貫 氣象部門營用情況極為罕見 海後市風勢也強勁 受風暴影響海南進出島交通受阻 多過港口停航 海南環島高鐵停駛 全省三萬多艘的漁船已經回港被封 譚美早前移入南海 中央氣象台說受它的影響 預計浙江、福建和海南局部地區暴雨 情況會在未來幾天仍然會持續 其中海南島東部、三沙等地局部地區 會有特大暴雨 預計譚美之後會向偏東方向移動 強度會逐漸減弱 又說由於譚美長時間在南海海域撥動 預計南海風勢強勁的情況會持續到下個月初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宾報導 近日廣州登革熱試約 當地有村莊 每個星期放出30萬隻蚊 預防登革熱傳播 一起看看成效是怎樣 這個盒裝著的是億蚊 學名是攜帶玉爾巴克屍體的 蓬姓白文伊蚊 它們可以令到其他蚊絕後 從而防止主要透過百萬伊蚊傳播的燈革熱 攜帶玉爾巴克屍體的雄蚊和自然界 不帶玉爾巴克屍體的雌蚊交配以後 它們那個雌蚊產生的後代就不會孵化出來 就產到暖不會孵化 從而就是讓這個野生的蚊絕育了 廣州白雲區峽石川 由七年前開始在登革熱高峰期 每個星期都會放蚊 每次大約30萬到50萬隻 至今釋放出超過1億隻蚊 當地近6年來都未出現登革熱病例 沒蚊沒蚊真的比以前少得很多 我都沒有拿蚊像份的 都沒有蚊咬的 廣州是今個月14到20號 新增490宗登革熱本土個案 較對上一個星期 增加60宗 專家說今年降雨多 有蚊蚊重繁殖 導致登革熱傳播面積大 認為與人群抗體水平關係不大 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榮報導 回來本港 看似會閣下殘疾人士院舍 發生性侵事件後 社署今個月更新守則 交入監控及翻看院舍閉路電視的要求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 會持續修訂院舍實務守則 康治會核下位於大埔廣福村的 康治松嶺綜合職業訓練中心 廣福宿舍 一個助理社監涉嫌性侵犯一男一女學員 兩位學員都是中度智障 經家長投訴 院舍翻查閉路電視之後報警 社署今個月更新規管院舍的實務守則 新增監控及翻看院舍閉路電視要求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 會持續修訂相關指引 康治院舍的管理監督 都有一套完整的要求和體系 當然我們都不具體改善 大家都看到守則 具體安排都因應社會的變化 或一些事件發生 我們都會持續將它修訂改善 所以我們希望盡可能提供一個最好的環境 給院友 社署過去一年向14間院舍發出警告 當中有5宗涉及虐待事件 但沒有交代詳細內容 孫玉涵說 並不是所有違規情況都適宜公開 因為有時候一些違規的情況 是比較技術性和局部的 所以如果那些違規狀況 我們跟隨程序做 我們覺得都是合適的 所以到最終都是如果是事態嚴重 社會高度關注的話 我們一定是會公開的 他重新對外公佈事件的時候 要顧及受害人和家屬的情緒 無線電視機者劉慧兒報道 本港今年第一季爆誓案 較去年同期急升五成 警務處處長蕭折宜表示 警方作出針對性巡邏後 情況已經明顯改善 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 位於大埔的獨立屋日前被爆洩 警務處處長蕭折宜表示 留意到今年第一季爆洩案 較去年增加五成 損失金額增加三成 過去半年增加巡邏和收集情報 頭九個月的爆洩案 已經較去年同期下跌 認為工作有成效 我們亦利用科技 我們會用無人機 用無人機去巡邏 我們亦找了政府飛行服務隊 幫忙做高空巡邏 我們可能會在山的範圍發現 可能會有非法入境者的宗職 例如他們可能有一些雜物 食物食剩的東西 留下 我們就會在這方面 我們收集情報 我們可能會在那裏做一些埋伏等等 另外 本港今年頭三季 整體騙案有超過三萬二千宗 案年增加百分之八點三 大部份是新興的假客服騙案 我們看到一有一些新的手法 有很多人會重複 過去這兩三個月 我們是很針對性 就著這個假冒客服 我們是做了很多針對性的宣傳 你看到有明顯的下降 蕭澤儀說 假客服騙案已經由七月的時候 一個月有過千宗回落至9月的399宗 認為市民防騙意識明顯上升 警方會繼續加強宣傳教育 無線電視記者黎在山報道 律政司司長林定閣說 政府已經制定推廣策略和措施 推廣更多外國活動 又說法治和外國教育關係物不可分 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舉辦紀念基本法頒布34週年研討會 主題是愛國教育全民共俗 探討香港外國主義教育 法律發展和未來等 以培育年輕人的愛國精神 律政司司長林定閣 中聯辦副主任劉光源等出席 有請林司長 林定閣致遲的時候提到 法治教育和愛國教育關係密切 政府未來會推動更多外國活動 我深深地相信法治的教育和特別有關 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和培養愛國的情懷 和愛國的教育是密不可分 亦都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 亦都是這樣的原因 律政司持續推進的法治教育領袖培訓計劃 亦都包含了對國家憲法、基本法 以至一些涉及到維護國家安全法律相關的知識 全國人大常委、愛國主義教育小組組長 李維琼主港的時候提到 小組未來會透過對接愛國主義教育法 設九大範疇 包括體驗活動、學校活動、博物館等作宣傳 愛國主教育為何成功 因為關乎到人心回歸 如果我們能夠做得越好、做得越成功 其實人心回歸就會做得到 他有提及 政府會舉辦中華文化折騰 同在公務員、紀律部隊、家校合作等層面 預留資源作愛國主義教育培訓 《無線迪斯》記者鄭希敏報道 美國宣布新批對台軍售 總值約20億美元 包括首次向台灣出售先進地對空導彈系統 在北京外交部批評美國 執意以台制華以及以武助讀 和雙方穩定中美關係的努力 完全背道以辭 眾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 美國國防部說 已經批准向台灣出售總值約20億美元 折合約155億港元的軍事設備 包括8億2千8萬美元的雷達系統 和價值11億6千萬美元的導彈系統 當中包含先進地對空導彈系統 和相關設備 路透社引述美國政府消息人士報道 這個導彈系統是台灣首次引入 已經在烏克蘭經歷實戰測試 在亞太區域只有澳洲和印尼使用 美國對台出售這套導彈系統 意味出口防空系統出現顯著升級 這次是總統拜登任內第17次對台售武 美國國務院已經批准 美國國防部聲明說 這次軍售可以支持台灣將武裝部隊現代化 以及維繫可靠防禦能力 符合美國國家、經濟和安全利益 並且有助維持區域政治穩定 軍事平衡和經濟進步 無線電視記者方卓微報讀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結束越南三日訪問 眾月雙方簽署加強防務合作協議 張又俠在星期四起率團訪問越南期間 分別回見越南總理范明禎 上任不夠一個星期的越南國家主席梁強 以及越共總書記蘇琳 張又俠說 中方願和越南一起把握時代機遇 不斷加強政治、經濟、安全及人民等各領域交流合作 持續推動兩軍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蘇琳表明 越南將發展對中友好關係 作為對外政策的優先戰略選擇 而方建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另外張又俠會用越南防長潘文剛期間 上訪討論兩軍關係及國際形勢 並且見證簽署加強防務合作協議文件 格魯吉亞舉行議會選舉 外界關注親歐派的反對派 會不會擊敗親俄羅斯的執政黨 人口370萬的格魯吉亞 將會選出議會150名議員 總統早拉比什維利 在首都蒂比利斯投票 被視為親俄派的總理科巴希澤 應用選舉是決定國家未來的公投 反對派領袖格雅拉米亞表示 人民要為歐洲繁榮投票 讓格魯吉亞重返歐洲一體化 作為蘇聯前加盟共和國的格魯吉亞 在獨立之後 曾經將加入歐盟寫入憲法 但近年來當局政策搖擺不定 阻礙入歐進程 執政黨更加考慮修改憲法 禁止國內出現親西方政黨 事有食一會兒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消息 時間 如今思想二千五百多年來 深深影響著中華文化 學派創始人孔子的家鄉山東曲浮 今年耗資一百億人民幣 打造文化旅遊園區 期望向世界推廣 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 林婷婷去看 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孔子像 位於山東省曲浮市的尼山 亦是孔子的出身地 高達72米 對應孔子弟子中的72位賢人智者 2018年開幕的尼山聖景景區 佔地超過35平方公里 結合文化旅遊和教育研學 期望推廣中華傳統思想和文化 大廳以儒家道德倫理中的五常命名 分別是人、意、禮、自信 設計報告亦反映儒家思想異景 參觀人士來到 都可以體驗一下這種叫全盒的技藝 它亦是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學習了 這是一個新的地方 我從來沒有去 Shandong 這是一位四個最終區域 我從來沒有訪問過 中國的教育學校 在世界各地 他已經通過了 所以其實很興奮 好 謝謝 園區亦有文藝表演 以世界的孔子和孔子的世界 作為立意方向 遊合現代舞台技術 去表達詩、樂、舞的 中華傳統禮樂藝術文化 展現聖賢君子的人生九大階段 並且遊犯入聖的過程 無線電視記者林婷婷 在山東曲埠報道 重慶武龍赫斯特 是世界自然遺產 擁有天生橋、地縫、天坑等地貌奇觀 核心區天生三橋 更加是多出中外影視劇的拍攝地 天生石橋規模宏大 這裏是亞洲最大天生橋群 武龍天生三橋景區 在一公里的範圍裏面 就有天龍橋 青龍橋和黑龍橋三座石橋 平均高度超過300米 橋面跨到500米以上 不少中外影視作品 都曾經在這裏拿景 在這裏拿景點 是李月龍 拍了一張照片 覺得特別像 除了天生三橋 武龍區近年相繼開發 附庸洞、仙女山等景區吸引遊客 同時帶動周邊村民增收 無線電視記者賀子欣報道 英國武是潮傘的地方特色 近日有500人齊襲黃東汕頭 蓮花風景區海灘比拼無極 一起看看 二十四節令鼓聲響起 為海邊英國武作興 有節奏以及旋律的變化 每個節奏對應不同的節奏 根據說一起發生不同的節奏變化 還有說自己可以說配合 互相的配合 之後英國武表演開始 十支隊伍 五百位表演者登場 這個臉畫起來跟這個胡子 還有這個服裝創起來 是顯出一層兇門的勇氣 還有沒有寵同福這一隊冤家 打他的頻率 一天一次 只要是他喝了幾碗就要給你了嘛 然後打了又給勁 不喝就可能打不過 這支龍鳳隊就打破賢快了 我們有男生隊伍和女生隊伍 一共有兩支 這次來表演 我們把男女混合在一起 變成了龍鳳鷹歌隊 我們就是不像傳統的 只有男生或只有女生 我們是男女混合在一起 比較更加的新穎 我們就用了三個月的時間 加上這個隊員在訓練的時候 是很刻苦 很有成就感 我們這個隊伍 難力的要求 非常高 非常高 數字也非常好 警區負責人說 當日表演吸引了兩萬多個遊客 無線電視記者憑堅華報道 中國美人魚公開賽 近日在深圳舉行 四十幾條美人魚在水中角逐 我拿多支水中唱榮 美人魚之外 亦都有美南魚 打棒球都行 以前的了解不是很多 可能就電視上買那種特效的 現實當中看到 確實就是整個身體 水、含油都挺靈活、靈動 就微妙為下 我們在進行美人魚的時候 穿得非常華麗、非常漂亮的尾巴 然後在水下去展現 美人魚的各種姿態 深圳市小梅沙海洋世界 這一日舉辦美人魚公開賽 四十六個參加者伴奏音樂 結合高難度動作 服飾妝容 表情和道具等 將全力增成 無線電視記者梁思齊報道 又到秋天食齒的時節 黃東高鳴的齒樹 近日迎來豐收 一起看看 在佛山高鳴龍頭山 年初種下來的兩千多棵齒樹 甜齒掛滿枝頭 迎來豐收 有一定的氣候溫差 然後它有那個沙 有那個石跟泥混合的 它就涵蓋量高 涵蓋量高就會增加它這個 濕果的一個口感 將來以後這個濕果 它就會有非常甘甜的那種 它是直接可以在樹上摘了就可以吃的 甜齒也受到茶飲店歡迎 我們的市值的糖分是比較充足的 尤其是拿來做茶飲 因為它有充足的糖分 所以並不需要加很多額外的糖 就可以做出一杯非常清甜的茶飲 當局現在引渡 和鼓勵村民參與種植 帶動更多人增收 母親電視記者在周海音報導 河北行水市 其州區有豐富的艾草資源 當地人近年回鄉下 從事古法製埃 帶動農戶的增收 在行水市其州區 周村鎮 大片艾草生長繁盛 石羽木傳統艾草製作技艾傳承人 黃文慶 六年前返鄉從事古法製埃 用擺放了至少三年的艾草 加工製成中醫艾救用的艾條 香氣好 揪起來的感覺 一個是煙不嗆 不辣眼 另外揪感更舒服 他由教授農戶艾草種植技術等 當地艾草種植超過2000畝 周邊四條村也聯合成立合作社 我們現在發展了150萬艾套 我們統一把閒置的老百姓的土地回收回來 然後進行統一的管理 統一的種植 加工收割 他說種植艾草 令到村的集體收入年均增長近10萬元人民幣 無線電視機者譚詩雅報道 位於中人邊境的西藏墨脫原 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南轮 自然環境複雜 常年靠鑄狀軍人守護邊境安全 在喜馬拉雅山脈南轮 鑄狀軍人全副武裝巡邏 原始森林植物生長迅速 要用刀開路 大家注意腳下 有点滑 慢一點 現在這裡正好是這個雨季 原始森林 這個青苔啊 樹洞 還有沼澤比較多 大家容易磕到碰到 途中他們會自尋樂趣 每次巡邏 這邊的花草樹木都能展現出不同的一面 就好像我第一次來巡邏一樣 這邊的杜鑑花開得很漂亮 感覺就像是為我們開的一樣 能守在這個地方 守著這麼美的風景 感覺很自豪 他們的巡邏任務十分繁重 路程最遠需要往返八天 而下季有蛇蟲 冬春有冰雪都要特別留意 無線電視記者 鳳兄會報導 踏入秋季 新疆阿勒泰士 厄爾齊斯河谷 樹木漸變成金黃色 不少動物外出覓食 好像童話世界一樣 一起去看看 我們下支援 下支援 來到這支援 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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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朗 與 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